百度 腾讯 阿里巴巴 中国几乎所有的科技企业在中共的掌控下都犯下了无法抹去的原罪 中共用精致的谎言和阴险的手段 满天过海统治了中国几十年 但是它一直在开历史的倒车 在人类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 倒行逆施最后的结局只有毁灭 助纣为虐也必将得到应有的报应 我在几年前说过马化腾 百度 李延红 到底什么东西都失去 失去自由 别失去生命都是万幸东西万幸嘛 别终生死在监狱 但是企业百分之百都被老公干掉 这个企业百度啊什么马化腾 这个大家有点常识 你跟老美作对 你又铺来网根基不在你家 芯片不在你家 技术不在你家 互联网 互联网 你弄成一个中国的大区域网了以后 你怎么运行啊 你也没有运行的能力啊 你连北朝鲜都不如 北朝鲜它没成本啊 是吧 它国内就那个情况 主要饿不死就行 中国人已经现在吃过肉了 喝过肉汤了 是吧 虽然有可能像黄金然从那去吃草 但是它毕竟这个运行成本 还有它市场需求 还有一个整个最重要的事 技术开发的这个成本 你是回避不掉的 说这企业活不下去的啊 这阿里巴巴内部现在派纪委书记 派党委全接管 下个就马化腾 李延宏 什么那个徐家印那都扯的事 再过个一两年 你永远不会记得这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